在我与青梅竹马成婚的第三年 偶然间刷到了他曾写过的一篇帖子 他与帖子中倾诉 自己与心爱之人无奈分离 迫不得已嫁给了隔壁的竹马弟弟 而我 恰好就是这故事里的竹马 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 那横顿在男女主之间的阻碍 就在我去公司找柳如烟的时候 一场闹剧拉开了帷幕 电梯门开启的那一刹那 骂声与拳脚之声一同传来 竟是柳如烟妈妈的声音 柳如烟都已经结婚了 你为何还要回来 你妈已然抢走了柳如烟的爸爸 难道你又要回来抢走我女儿吗 你这个贱人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 向来斯文体面了一辈子的张仪 竟如此歇斯底里 而柳如烟则死死地护着身后那个人 仿若在守护着什么西式珍宝一般 我张嘴 想要呼喊他 柳 忽然被谁推了下 手臂撞在桌角 没说完的话成了痛呼 柳如烟看向我 迅速向前走一步 像是想要过来扶我 只是下一秒 看见张仪随手抄起了一盆多肉 她毫不犹豫地转身 再次护住了那个男生 花盆精准落到她头上 柳如烟头上的血落下的一瞬间 周遭的声音瞬间嘈杂起来 我听见张仪心疼地唤着她的名字 如烟 她身后的男孩带着哽咽的声音 你没事吧 如烟 还有柳如烟如叹息般 很轻很轻的声音 你没事就好 闹剧以柳如烟被砸晕进医院收尾 离开前 她拉着我的手 最后也只是嘀嘀喊了一声 博答 张仪在一旁说回家跟我解释 让我先去医院看看柳如烟 已经是傍晚了 我来的时候 病房门前正站着柳如烟的朋友沈幼楚 见我的一瞬间 她刚要开口 我却死死攥住了她的手腕 她吃痛闭嘴 病房的门虚掩着 我听见了 里面的男生撒着娇 你尝一口吗 我专门为了你学的 柳如烟眉目低垂 轻叹了一声 无言 你不用 话没说完 年轻的男孩子眼睛以泪光闪闪 惹人怜爱 柳如烟闭了嘴 顺从地咽下她挑起的粥 我没错过她脸上一闪而逝的疼痛 被烫到了 无言看上去 不像是个会照顾人的主 沈幼楚用另一只手拉我的一脚 没眼搭了 我松开了攥住她的那只手 她的腕骨处已经红了一片 抱歉 没事 姐夫 她是如烟姐的 我知道 她愣了愣 还想说什么 病房里的声音却陡然加大了 顾如烟好像在哭 因为我放心不下你 你是为了我受伤的 难道我连关心你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如烟 我们明明明明那么相爱 房间里一阵衣料摩擦的声音 柳如烟好像抱住了她 病房里的声音又被压低了 如情人间的泥南般 姐夫 沈幼楚又唤了我一声 声音有些颤抖 你别哭了 摸上脸颊的时候 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掉 好丢脸 我低了头 眼珠落泪的眼 我先走了 我是三年前和柳如烟闪婚的 当时我完成学业回国 爸妈办了接风宴 柳如烟开车来接我 车里播放的纯音乐 也没能缓解我们三年没见的聚集 还有与暗恋多年的人 独处一世的忐忑 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 临近下车时 安全带去忽然解不开了 我手忙脚乱 柳如烟笑了一声 俯身过来给我解开 清浅的弹香味萦绕在鼻间 我的身子僵了大半 柳如烟抬眸时看见我的样子 抬手揉了揉我的发 几年不见 怎么这么生疏了 小时候不是还说想娶我的吗 柳如烟很少开这种玩笑 我脸红的快要炸开 心像是要跳出胸腔 这种不真实感 一直持续到宴会途中 他拿着花 当着两边家长的面和我告白 繁复璀璨的灯光之下 我放在心上十余年的青年眸子亮亮的 眼角笑意温柔 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活达 少年时期做过无数次的梦 就这样 成了现实 那个时候我想 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婚后的生活也算甜蜜 柳如烟很会照顾人 生病时 寸步不离的陪股 还有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只想着 他对我那样好 我也要对他更好 后来我才知道 这都是他为了顾无言一点点磨出来的好脾气 如果不是朋友刷到分享给我的那篇帖子 我可能会被蒙在鼓里一辈子 我喜欢上了爸爸小三的儿子 怎么办 我知道不应该 可我控制不住心动 他很可爱 像小孩子一样 总是会抱着我撒娇 说要一辈子和我在一起 我们的事情被我妈发现了 她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和WY在一起 我妈闹着要自杀 逼我们分手 我不想让妈妈伤心 可我也不想让WY难过 博主你疯了吗 你妈妈该有多难过 支持博主 相爱为什么要分开 我妈逼得太狠了 她拿着刀问我 到底是要WY还是要她 那一瞬间 我忽然发现妈妈好像老了好多 我不能对不起我妈 那WY怎么办 你不是说要和她一辈子吗 别再让妈妈伤心了 我和WY分开了 我妈还是担心 她催我快点结婚 邻居家的竹马弟弟要留学回来了 她妈妈经常说 她很喜欢我 我妈说让我快点结婚 我和竹马求婚了 博主你在干嘛 博主你对不起的人又多了一个 WY怎么办 你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了 不要逼不要逼 这个帖子 最后完结在博主对一个问题的回答 她说她今天结婚了 以后就是别人的老婆了 有人问她 那WY呢 你还爱她吗 她说爱 那个回答的日期 是二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十五分 那天是我和柳如烟的婚礼 上午十点 我坐在房间里 穿着帅气的中式婚服 那个时候我在想 我马上就要娶自己喜欢了十年的人了 真好啊 那天柳如烟很晚都没回来 我把帖子看完的时候 香烟已经烫手了 房间内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变得很稀薄 让我喘不过气 我想到楼下花园里透透气 树影摇曳间 远处的人影却如此熟悉 柳如烟站在路灯下 顾无言低着头和她说话 两人挨得很近 无言不能再这样了 我已经已经结婚了 她是个很好的人 我不能辜负她 路灯昏黄的光落在顾无言脸上 将她的轮廓都揉合了几分 她像是要哭了 却故作坚强 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知道 我就是忘不了你 才想回国 在你公司上班 能天天看见你已经很好了 我不应该贪心的 如烟 我会控制住自己的 最后一句乱的不成语调 顾无言眼泪掉下来的那一瞬间 我无比清晰地窥见柳如烟眼神里的心痛 在她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把顾无言抱在怀里安慰了 好熟悉 因为我难过的时候 她也曾这样数次将我抱在怀里 轻柔地摸摸着我的脸 然后哄着我 每次难过之后 我总会从柳如烟那里收到礼物 像小孩子一样 我总说 下次不用了 她只会抱着我 温温柔柔地笑 能让博达开心 我做什么都行 耳边风声呼啸 我却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 那天 从恨不能立马冲过去质问柳如烟 到一个人无声地崩溃 再道 冷静地选择另一条路 成全他们相爱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 从医院出来 我没有回家 而是开车去了爸妈家 妈妈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随即笑开 怎么忽然回来了 我扯开一点笑 忽然想你们了 妈妈看得看我身后 柳如烟呢 她没和你一起过来吗 住院了 住院了 发生什么事了 脑袋磕了一下 医生说 没有大碍 我隐去张仪的那一部分 怎么不去陪她 妈妈笑得有些狡猾 她向来开明 明明看破我喜欢柳如烟 却假装不知道 还暗戳戳在柳如烟面前推销我 博答同学 暗恋这么多年 终于得偿所愿 要好好把握在手里哦 才不是 才不是得偿所愿 我也是才知道 我以为的幸运 不过是柳如烟 得不到她心爱之人的将就 我从小就很喜欢柳如烟 爸妈总是很忙 柳如烟放学回家 碰到我蹲在门口等爸妈 就会把我带回去 教我写作业 或是陪我看动漫 那天直到夜深 爸妈也没有回来 我看漫画时 在柳如烟房间睡着 惊醒时窗外雷声轰鸣 闪电划破天际 我做了噩梦 又被雷声一下 哭嚎着要找爸妈 柳如烟从隔壁房间冲进来 拖鞋也跑丢一只 博答 我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柳如烟没忍住笑出声 拿了湿巾帮我擦脸 一边擦一边安慰我 没事了 没事了 只是梦而已 只是她越哄我 我眼泪就掉得越厉害 后来哭累了 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还抓着柳如烟的手没松 只记得她站在床边 说她会陪着我 看柳如烟 她问起时 我只说自己回爸妈家了 柳如烟脑袋上的伤不严重 没几天就出院了 那天恰好是元旦 她开车来接我回家吃饭 站在门口 身如玉竹 见我食言里便带了笑意 温柔的 就像从前一般 博答 今天好帅 柳如烟从不吝惜夸我的词句 从前我觉得不好意思 听得多了 反而越来越自信了 也就越来越喜欢她了 我垂眸避开她的眼睛 走吧 柳如烟愣愣了一下 随即礼貌地和我爸妈道别 张仪的情绪平稳下来后 还是那个温和的长辈 那天的事情她不愿多说 我也假装忘记了 她见我是很高兴 拉着我的手 博答 我给你买了块腕表 过来试试 厨房让他们爷儿俩管就行了 柳如烟帮我把大衣挂在架子上 对我笑笑 你陪妈吧 张仪买的腕表亮晶晶的 在灯光下璀璨到有些黄眼睛 她帮我试 夸我太合适了 不一会饭也做好了 饭桌上其乐融融 却像是呼着一层油 每个人都藏着些什么 门被敲响的一瞬间 我比柳如烟动作快 去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那个不速之渴 是顾无烟 顾无烟好像走得很急 额角还有细碎的汗 我睁愣的瞬间 柳如烟已经走过来了 博答 柳如烟 在看见我背后的柳如烟的那一瞬间 顾无烟道 你去哪了 出院都不和我说一声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我转头看向柳如烟 他维持着表面上的阵地 轻咳了一声 柳如烟 我看向他 他是谁 柳如烟没有说话 顾无烟将我推开 着急地奔向他 餐桌旁的岳父岳母 也看见了顾无烟 我看见张一的脸一下子就变了 他身旁坐着的柳叔叔 却一下子扣住了他的肩膀 这是我朋友的儿子 以前和如烟是好朋友 是吗 我笑了笑 我和柳如烟青梅竹马十余年 我没见过他吗 八是你出国那几年认识的 我笑了笑 倒也没揭穿他的谎言 既然来了 就一块吃饭吧 柳叔说着 又为顾无烟添了一碗饭和一把椅子 本来是家庭团圆的日子 却莫名其妙被一个外人横插一脚 顾无烟坐在柳如烟的旁边 当着张一的面 不停地给他夹菜 态度轻逆 在他又夹了一筷子蘑菇 准备放进柳如烟碗里的时候 被我挡下了 他不爱吃这个 我看着顾无烟 面色平静 顺道还夹走了 他原本夹给柳如烟的胡萝卜 他对胡萝卜过敏 顾无烟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 气氛也一下凝结 没事的 柳如烟忽然出声 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像是为了表示他真的不在意 他还给顾无烟加了一块白灼虾 那个帖子里提到的 WY最爱吃的 顾无烟的难堪荡然无存 反而高兴起来 你还记得我最喜欢 柳如烟像是陡然意识到了什么 也给我加了一筷子 我答 你尝尝这个 好吃 被偏爱的永远有有恃无恐 就像柳如烟对顾无烟 就像我对柳如烟 嘴里的饭菜突然变得难以下咽 连带着我看着其他的菜也没有了胃口 我放下碗筷 我晚上还有其他事 先走了 去哪 要不要我送你 柳如烟问 我看向他 余光却瞥见了桌子底下 顾无烟的手慢慢附上了他的手 不用了 我直接起身离开 我打了电话 喊朋友出来喝酒 喝到一半醉眼朦胧 一腾成撑的下巴问我 怎么了 最近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我沉默的 一杯接一杯给自己灌酒 工作顺利 老婆还是自己暗恋多年的人 生活也和谐 博达 你这个规格 不说人生赢家 也算老天爷偏爱了 到底还有什么烦恼 我说不出口 一腾成也没追问 就陪着我喝闷酒 我在厕所抱着马桶吐了两回 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 一无所知的一腾成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 柳如烟来酒吧接我的时候 我站在门口的灯柱子下当木头人 可是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柳如烟笑了声 是吗 你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 柳如烟 他一下笑开 像夜半呼沾的昙花 我看着他 只觉得脑袋晕晕的 倾诉的欲望空前旺盛 你知道吗 我喜欢他很久了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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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敢告诉他 很久是多久 今年是哪一年呀 柳如烟报了个数 我搬着手指头算 想了又想 算了又算 好半天才算清楚 十年了 头顶的灯光落下来 将柳如烟的碎发照得几近透明 那张漂亮的脸呆住了 你不相信吗 他摇了摇头 我气不过 拿了手机去开自己的私密相册 酒精还在 我输错了好几次字母 磕磕绊绊地点进去 问题是好几年前设的了 我喜欢的人是 白痴般的少年时期 我输进两个字母 柳如烟尚且稚嫩的脸 出现在我们面前 你看这个 我点了一张 这是我从学校官网找的 照片上是柳如烟参加长跑 最后冲刺的抓拍 我把照片放大 在人群中找到被挤的自己 他去参加长跑 我想去给他送水 可是周围的人太多了 我挤不进去 最后谁也没送出去 只看见他接了另外一个男生的水 那个瞬间其实还蛮难过的 好在后来在官网翻照片的时候 看见了这一张 虽然水没有送出去 但是我们同框了 我笑起来 想起那天自己像个傻子一样 攥着那瓶水一天都没松手 就像满心欢喜 买了自己最爱吃的蛋糕 回家之后却发现蛋糕被人撞变形了 失落了一天 却在官网看见这张照片的一瞬间满去复 至少 我被记录在了他获奖的那一瞬间 还有这个 我从妈妈的相册里面翻到了 我十岁的时候过生日 柳如烟来给我庆生 两个人拉着手给大人们表演 柳如烟穿着漂亮的蓬蓬裙 我穿着小西装 两个人站在一块 俨然一对 后来我拿了这张照片做朋友圈背景 朋友们看见都说我小时候好可爱 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他看见了会怎么办 我是骗他说因为这张照片真的很可爱 还是直接的坦白 因为想让你发现 因为喜欢你 可他没有 他从没发现过 十年是很漫长很漫长的 这些被我记了这么久的琐碎小事 却一直如此清晰 说不完 到最后口干舌燥 也讲不完我这十年的暗恋 讲到最后 眼前的人却忽然一下把我抱进怀里 柳如烟的怀抱带着暖衣 透过衣服传递的 不只是体温 还有他怦然的心跳 和不太稳定的心绪 他把我抱得很紧很紧 手却有些颤抖 我爱你 女人的呼吸落在耳畔 带着热度和隐隐约约的鼻音 我答 我也爱你 我被柳如烟抱在怀里 冷风一吹 倒让醉意醒了大半 我抬头看着头顶刺目的白光 好久好久 最后才轻声开口 骗子 柳如烟 你这个大骗子 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 柳如烟听见声响 出现在卧室门口 博答 我给你做了醒酒汤 我揉了揉太阳雪 硬了下来 洗漱完坐到餐桌上的时候 上面已经放了早餐和醒酒汤 我把汤一饮而尽 才发现旁边被他放了磕糖 柳如烟已经出门了 他出门后没多久 陌生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我点了接通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熟悉 是顾无烟 他约我见面 在去的路上 我想过无数次顾无烟的开场白 譬如像小说中那样 要五扬威的告诉我 他只爱我一个 譬如趾高气扬的要我自己退出 可是都没有 顾无烟来得比我早 见我拾问了声号 然后给我讲了他和柳如烟的故事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两年 他一直对我很好 其实我一直知道他的身份 我小时候很嫉妒他 他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爸爸妈妈都很爱他 我妈从不关心我 直到他认识了柳叔叔 他有时候来 会给我带一点小礼物 可我知道 这只是因为他爱我妈而已 直到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他会照顾人 会担心我吃得好不好 睡得安不安稳 会告诉我没事 他在 会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像是老天看见我这些年的冷落之后 送给我的礼物 我也以为自己会和他一直在一起 直到被他妈妈发现了 他用自杀逼柳如烟离开我 顾无烟顿了一下 声音陡然激动起来 他放弃我了 他的目光转向我 声音骤然又变得哀气 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 求你了 我真的很爱他 真的 他的眼泪落下来 砸落在桌上 明明身位俱下 可还是带着被爱者的金娇 我没有说话 摸上自己的心口 却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你为什么不和柳如烟说 让他离婚 让他和你在一起 顾无烟愣了一下 他 我不想让他为难 我笑了声 望着他 眉目平静 你真的爱柳如烟吗 如果真的那么相爱 为什么一个徘徊不定 一个对另一方一无所知 许是我笑得太放肆 顾无烟有些休脑 纪博答 你非要这样 就别怪我了 他放不下我的 顾无烟是行动派 下班的时候柳如烟回来晚了 身上还带着我闻过的 出现在顾无烟身上的香水味 我坐在沙发上看动漫 柳如烟换了鞋要过来抱我 我闪身躲过去吧 正好播到女主和男主告白 男主退缩 女主质问男主到底爱不爱自己 我看向柳如烟 他微垂着眼 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就像小时候放学 他陪着我写作业看动漫一样 柳如烟 我很认真的说 我从前一直觉得 如果结婚 一定要和自己爱的人结 柳如烟笑了 弯腰把我从沙发上捞起来 他微微仰着头看我 谋色虔诚 博答 我已经和我爱的人结婚了 我垂下眼 说谎 顾无烟并没有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哪怕柳如烟 尽力维持着表面上的瓶颈 他还是越来越过分 柳如烟的手机半夜来电 我在迷迷糊糊中被吵醒 睁开眼睛时 见柳如烟在匆忙的穿衣服 他见我醒了 神色欠久 道歉博答 吵醒你了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你先睡吧 我点头 在床上睁着眼看着他消失在房间 楼下的门被喷一声关上 睡意全无 其实我听见了 顾无烟的声音 在那头哭诉自己生病了 好难受 如烟 你来陪陪我好不好 我一个人 真的很害怕 小孩子都知道的 遇到困难要找帽子叔叔 他却选择了找别人的老婆 天气预报说 今年初雪要来的那天 我本来和柳如烟约好了一起吃饭 中午去他公司找他的时候 他却欲言又止 柳如烟 今天我有个朋友从国外回来 好几年没见了 晚上可能不能一起 没事 柳如烟笑了笑 我却从他脸上读出一种 类似于松了口气的神情 那我晚上来接你 你们要去哪 我报了个地址 柳如烟点点头 我去的事是中心广场上的餐厅 位置在落地窗旁边 大厅有人在弹钢琴 琴音如流水从从 好几年不见 我和陈诚却没有生疏 两人吃饭的时候聊个不停 傍晚的时候 天上开始飘雪了 一片片落下来 陈诚有些惊喜地叫了一声 刚回国就遇上出血 我运气太好了点 我笑了笑 往广场上看 市中心的街道上行人不少 有好几对情侣牵着手在走 纷纷扬扬的雪花里 有女生大胆亲上了自己的男朋友 我看着 却忽然愣住了 餐厅里的暖气开得很足 我却像是忽然置身冰窖 浑身僵硬 怎么了 沉沉顺着我的眼神看过去 在看见那对接吻的情侣时 表情瞬间了然 笑开 听说出血这天接吻的情侣 会幸福一辈子 博达 你是不是想自己老婆了 难为你在这么浪漫的时候来陪我了 我发了一会儿呆 看着那对亲密的情侣终于分开 晚着手走在落雪的街道上 好半天 才说 那就是我的老婆 柳如烟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给我发的消息 我下飞机时才看见 手机里有很多位接电话 未读信息 算算时间 应该是国内的凌晨 其实以前也这样 他找不到我也会着急 我是临时申请的出差 在和陈诚道别后立马申请的 仓错到行李都没有收拾 没有十天半个月回不去 我回复了柳如烟 告诉他我出差了 那边秒回 那就好 早点回来 顾无言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快 几乎是第二天就发来消息了 是一张他裹着浴巾的对镜自拍 是家里的浴室 我眼镜手快点了保存 他立马又撤回了 不用做无用功了 我不会提离婚的 建议你去柳如烟那里努力 项目完成的时候 已经是大半个月之后了 我的生活节奏逐渐回到以前 回国那天 柳如烟来机场接我了 十几天不见 我们之间却像是隔了一层厚厚的帐笔 一路上都是他在说话 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回 眼睛盯着手机屏幕给同事回消息 佛达 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刚想开口 他的手机铃声却忽然响起 可能是悟出了免提 在接通的那一瞬间 能不能来接我 我的头好晕 腿也有点软 我抬眼时 看见柳如烟正从后视镜看我 神色紧绷 抱歉 你去吧 我打断他未出口的拒绝 从后视镜里对上他的眼睛 神色平静 我答 他是 柳如烟着急的要解释 我知道 朋友的儿子 我开了车门 直接下了车 我还要回公司一趟 你去接他吧 柳如烟回来的比我想象中要快 我正好把主卧里面的东西 全倾到客房里面去了 我答 我送完他立马就回来 你这是 我放好手头的最后一件东西 才回答他 分房睡 我最近有点失眠 以后还是分开睡吧 我工作上的事多了起来 回家总是很晚 柳如烟会等我 家里的灯一直亮到我回来 见我进家门 他就问我 饿不饿 要不要吃夜宵 我摇摇头 静止路过他进了房间 也不和他闲聊 我能察觉到柳如烟落在我背后的视线 带着不解和莫名的委屈 可我再不想分出一点精力 去思考他和顾无言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我和柳如烟参加宴会回来 我挽着他的手臂游走在各路人之间 托柳如烟的福 我接触了几个潜在大客户 柳如烟介绍我时说 这位是我的爱人 别人也会称赞我们般配 柳如烟微微已在我肩上 羞涩地笑 两位看起来很恩爱 我只是笑 宴会结束后 上车的那瞬间 我立马松开了柳如烟的手 他的表情有片刻迷茫 手臂还维持着我挽着他的姿势 他愣在原地 看向我 我答 路沉默着到家 我换了鞋子准备回房 博达 你的失眠 好点了吗 我头也不回地回复 没有 手却忽然被人攥住 柳如烟钻得很紧 只见用力道颤抖 博达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好不好 为什么一回来就分房睡 为什么回来得越来越晚 为什么在外面维持着亲密 却在家一刻都不肯和我说话 为什么 好像不爱我了 松手 我平静到 柳如烟放开了手 腕骨处已经红了大片 我揉了揉 疼痛稍微缓解 你没有什么想坦白的吗 我对上柳如烟的眼睛 反问他 什么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晌 譬如 出血的时候 和喜欢的人接吻 会幸福一辈子 柳如烟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 几倍也寸寸勾楼下去 好半天 才亲身开口 你都看见了 顾无烟挑了个最显眼的位置 我想不看见都难 我露出一个笑 却比哭还难看 柳如烟 那天我喝醉的时候 告诉你我喜欢你十年 最后你抱住我说爱我的时候 可两年前你在帖子里 回复别人说你爱顾无烟的心情 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他着急的开口 想辩解 我只是 我笑了笑 将卧室的门一下关上 没有再听他说话 我早就不需要答案了 柳如烟 我没和柳如烟提离婚 他对我越来越好 也缠我愈发紧了 上班之前做早餐 下班时候会来接我 给我买礼物 买爱吃的 买各种各样我喜欢的 右门槛颇高的礼物 公司里的同事也会打去 纪哥 你老婆这么爱你 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我只是笑笑 偶尔顾无烟的电话会打过来 他都会不着痕迹的挂断 顾无烟是在某天忽然找上门的 还是上次那家咖啡馆 他上次的从容尽失 完全不见挑衅我的嚣张气焰 你做了什么 顾无烟死死盯着我 握住杯子的纸杰用力道泛白 我轻瞎了口咖啡 微笑的看向他 我什么也没做 不过是告诉他 我曾经有多爱他 然后再立马抽身离开而已 为什么要离婚 然后成全他们呢 一个求而不得 一个挽回不了 这样不是更好吗 纪博答 他不爱你 他爱的是我 是我 顾无烟失了态 愤怒地朝我吼 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却不见得有多少底气 是吗 我放下咖啡起身 那就说服柳如烟和我离婚吧 你做得到吗 顾无烟 柳如烟约我情人节出去约会 我答应了 地点却约在那天的餐厅 柳如烟到的时候 神色有一瞬间的僵硬 却被他不着痕迹的眼去了 他放下一个礼盒 柳如烟笑了笑 带着显而易见的讨好 今天你能陪我 就是最好的礼物 他的话淹没在突然零下的红酒里 白色的衬衣染上污渍 发丝间的红色液体低落在桌上 我点开设想 对准对面的人 柳如烟 顾无烟手里的酒杯砸在地上 摔得四分五裂 他的声音尖利而欺切 你陪他过情人节 你为什么不肯回我的消息 你是不是变心了 你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爱上他了 柳如烟没有说话 起身接过了服务生拿来的毛巾 擦拭自己脸上的红酒 四面八方带着探究的眼神 将我们团团围住 我却好整以侠地坐在座位上 看着这场闹剧 道歉 柳如烟没有理他 看向我 博达 出了一点意外 边上的服务生已经开始栏固无言了 你别生气 我会 记博达 固无言的目光忽然转向我 你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你故意给我发消息 故意让我生气 故意让我来找你 然后出丑 他越说越愤 有比一声大的心跳声 可我却面无表情 顾无言被人拦在那里 手还维持着扔瓶子的姿势 柳如烟转过身 无比迅速地 用力地甩了他一巴掌 我没有变心 顾无言 他才是我的老公 围观的群众倒吸一口凉气 我听见有人窃窃私语 骂顾无言神经病 当了小三还敢捂到正主面前来 顾无言只是惨白着脸看着柳如烟 一场闹剧 在顾无言被服务生请出去之后 终于平息 我也没有了吃饭的心情 柳如烟也形容狼狈 索性离开了 站在门口等车的间隙 柳如烟开口和我道歉 道歉搏打 我约你出来 却碰到糟心的事情 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们明天重新 明天没空 我打断她的话 空气一下子好像变得细薄起来 我拖动了一下刚刚视频的进度条 在抬眼时 就发现柳如烟一直在看我 白色衬衣上的深色污渍仍在 她的发丝垂下 漂亮的丹缝眼半合着 眸色浮浮沉沉 像是汹涌的波涛 又像是四分五裂的光 我看见她的眼尾拖出一条红 声音却颤到破碎 你为什么不生气 我认识柳如烟二十多年了 追在她屁股后面跑了十多年 她永远温和 永远冷静 永远自持 如长姐般可靠 她上前一步 握住我的手腕 却不敢用力 人影压下来 却像是摇摇欲坠的玻璃塔 她说地址是你给她发的 博达 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怪我好不好 你骂我 你打我 你和我吵一架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求你了 她把头搁在我肩上 肩头隐约有诗意传来 求你了博达 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只要你别不要我 冬末的风吹在脸上 还有些冷意 我被柳如烟身上的檀香味笼罩 她抱得太紧 灼热的呼吸一直往我领口钻 可我只是维持着这个僵硬的姿势 就像木头人 柳如烟不肯松手 我知道到她在等我开口 可我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柳如烟像没事人一样 还是清早 起来给我做了早餐 我走得急 顾不上了 她在我到了公司之后 又给我点了个外卖 同事进我办公室的时候 流了下口水 季哥 你这早餐吃得完吗 我笑了笑 问她 冷麻 要不要吃点 她眼睛亮了亮 谢谢季哥 凑过来的时候 瞥见外卖上的纸条 上面柳如烟备注了 让我好好吃饭 她刚要开口 我先一步把那张纸条扯下来扔掉了 她立马闭了嘴 安静地吃东西 柳如烟下班的时候又来接我 像是自己没有工作一样 车子停在公司门口 又引起一些同事羡慕 我找了个好老婆 我和他们一一道别 才拉开车门上了后座 柳如烟将一瓶热的冰糖雪梨递给我 昨天听你好像有点咳嗽 谢谢 我接过 随手放在了车门边 我们俩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维持着表面上的平和 一直到回家 下车的时候柳如烟没有跟上来 一直到我到了家门口 她才上了楼 手里还拿着刚上车时 她给我的保温杯 抱歉 我放在侧门边一不小心就忘了 柳如烟没有说话 站在阶梯下抬头看我 她背光站着 脸落在阴影里 看不清脸上的神色 好半天 我才听见她开口 我答 你不提离婚 还是在乎我的 对不对 我把视线从她脸上一开 落在虚空 错了 我笑着回答 为什么非要追问呢 为什么非要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不爱你了 成年人心知肚明 却还维持着体面的遮羞布 为什么非要把她扯开呢 成年人的世界涉及到太多的利益牵扯 我对柳如烟的爱 早就死在读完帖子的那天 抛去爱情 比较婚姻和离婚 哪样能对我利益最大化 最后得出在我没有对其他人心动的前提下 可柳如烟的婚姻能让我获得更多的利益 柳如烟能给我带来的人脉 资源 是我留下来的理由 商人追逐利益 如果感情需要不掺杂任何利益的真心 那么感情消失以后 我对柳如烟只剩下了算计 我看向柳如烟 笑了笑 目光不闪不闭 我只是在物尽其用 你不明白吗 柳如烟 我们的婚姻早就不上爱情了 剩下的是貌合神离的算计 是追悔莫及的讨好 是只有法律所维护的 一段冷冰冰的关系 柳如烟的身形亮强了下 我以为她会生气 会发怒 可她没有 她像是深呼吸一瞬 硬生生将所有情绪都吞了下去 她的声音很轻 像蝴蝶阵齿 轻到仿佛毫不费力就能折断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能这样 博达 我爱你 你不能爱别人 博达 我没兴趣看她发疯 直接开了家门进去了 柳如烟 别发疯 感情不可自控 只是没道理在被伤害之后 还紧握着不放手 我暗恋柳如烟的那十年感情做不得假 可我比谁都知道 比起爱人更要先爱自己 倘若真的爱她到理智全无 我就不会在出国是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自己的前程 情路坎坷 难免跌交 可我永远有在爱的勇气 和不回头的决绝 因为我 永远最爱自己 柳如烟高烧的时候给纪伯达打电话 打了一个又一个 那边只是盲音 抱歉 宁伯达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她挂了又打 打了又挂 就是打不通 最后烧得迷糊了 手机落在地板上 也不知道最后一通打通没有 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 柳如烟睁眼时看着雪白的墙 愣了好一会儿 身旁忽有人开口 你醒了 是纪伯达 她伸手探了她额头的温度 又给她倒了一杯水 柳如烟有一瞬间的恍惚 还以为是在做梦 直到冰凉的触感贴上 她的额头 她想说话 喉咙却刺痛 接过纪伯达的那杯水 喝了下去才好些 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纪伯达了 在家里时 两人就像是不熟的房客 即便纪伯达面对她是态度温和 她也知道 那不过是她对待不熟的人的礼貌而已 伯达 她急急地开口 想要问她是不是接到了她的电话 是不是她送来她来的医院 是不是 是不是在床边守了她很久 排骨汤 后来纪伯达嚷嚷着要血 说等她生病了 她也能好好照顾她 她拗不过便教她 她是故意提起 想换回些什么 纪伯达点屏幕的手并未停顿 点了点头 我下单了 估计一会儿就到 柳如烟愣了一下 是她奢望了 还以为她会做给她吃 纪伯达起身 有什么事就按床头的铃巴 饭很快就到了 柳如烟看着她 有些争冲 你要去哪儿 下午还要开会 我先走了 纪伯达微微汗手 往门口走去 柳如烟想喊她 高烧后的余热 让她的脑子并不是很清醒 她一下扯住纪伯达的衣角 纪伯达回头看她 你能陪陪我吗 她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因为纪伯达的脸色 忽然一下子就变了 可她还是很有分寸 抱歉 那个会议很重要 有什么会议比一个病人还重要 她想问她 她想说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想说你明明说过 会好好照顾我的 她还想说 你明明说 你明明说 你爱我的 可她什么也说不出口 残存的理智让她记起 破坏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是她自己 她松了手 抱歉 你去吧 最开始的时候 柳如烟想 只要两个人还没离婚就好 只要他们还是夫妻 她还有时间能够挽回纪伯达 毕竟之前她那么爱她 后来她发现自己错了 纪伯达并不接受她的嗜好 他们在外人面前 还是一对恩爱夫妻 只是关上门后 就成了礼貌的合住适用 柳如烟给纪伯达做的早餐 她从不吃 送她的礼物偶尔也会有回礼 却像是随便挑的 不见任何心意 她想着没关系 她总有一天能打动纪伯达 可她越是对她好 她就越是冷漠 从宴会回来 或是从父母家回来的时候 是柳如烟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的落差是最大的 上一秒笑意盈盈的人 骤然松开了她的手 至于臂弯上还未消散的温度 她其实吵过的 崩溃从来不在少数 她让纪伯达骂她 她握住纪伯达的手 从头到尾都是她在无理取闹 她也是在那一刻才明白 悔恨和痛苦是没有用的 纪伯达不会回头 所以后来她还是想 只要纪伯达不离婚就好 哪怕只是利用她 哪怕只是算计她 哪怕没有感情 也没关系 只要她愿意在她身边 只要她还是她名义上的妻子 就好 可那句话就像是高悬在柳如烟 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键 她不知道那把剑 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又无时无刻不处 在她会掉落的恐惧中 她最不能 最不能接受的 她爱上了别人 柳如烟住了两天院 第二天纪伯达并没有来 一直到她回家 家里也没有她的身影 她给纪伯达发消息 好几个小时才收到回复 说自己出差了 上一次的对话 还是半个月前 柳如烟问她有没有空 朋友送了两张音乐剧的门票 我不喜欢看音乐剧 抱歉 柳如烟当时看着这条消息 发了很久的呆 其实之前她也会陪她看 两个人回来的时候会走路 纪伯达挽着她的手 脚步轻快 柳如烟看着她笑 今天好开心 开心的不是看了音乐剧 而是他们在一起 柳如烟在对话框 姗姗打打了半 最后发出去一句话 我出院了 想了想又 撤回 改成 一路平安 那边没有再回 柳如烟叹叹了一声气 放下了手机 傍晚的城市很热闹 各家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 工作完的人回了家 饭菜的香气从各处飘来 还有和家人一起的欢声笑语 柳如烟没有开灯 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她忽然觉得家里好控 从前她从来不这么觉得 纪伯达不忙的时候 喜欢缩在沙发上看动漫 好像是以前在她家养成的习惯 她出国回来后 她曾经觉得纪伯达好像长大了 让她有点陌生 后来才发现她其实没变 还是爱看动漫 爱叫她如烟姐姐 高兴是会大笑 难过是很容易哄好 其实柳如烟很高兴 纪伯达在公司很干练 能力也很强 大家都夸她独立 可只有她知道 她的小男孩也会撒娇 会看小孩子爱看的动漫 胃里面的人物哭泣大笑 只有她知道 她曾无比窃喜 只有她知道纪伯达的这一面 纪伯达出差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 她没有告诉她回来的时间 是柳如烟下楼自己碰见的 她看见纪伯达和一个女人面对面站着 两个人在聊些什么 纪伯达眉眼带笑 是她好久不曾见过的生动与鲜活 女人微垂着眼 看上去冷淡的人 在面对纪伯达时却泄露了几分温柔 他们站在一起 明明距离不近 却生出一种外人无法插进来的融洽 柳如烟忽然很生气 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酸涩充盈在胸口 甚至让她想冲过去 对着那个女人的脸挥上一拳 但那样纪伯达会生气 她想走过去揽着她的手臂 然后宣示主权 感谢她送她的老公回来 只是脚就僵在原地 挪动不了半分 可是除了愤怒 恐慌来得更为强烈 达摩克里斯之间摇摇欲坠 会是她吗 那个人 会是她吗 纪伯达到了别 已经转身往这边走 柳如烟的身体比脑子先反应过来 她转身就往家里走 在纪伯达开门的一瞬间 她惨白着一张脸 对她挤出一个笑 她选择了逃避 趁着纪伯达去洗澡的时候 她去看了纪伯达的聊天记录 她知道自己卑劣 但是她没办法 她只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纪伯达爱上别人 纪伯达的密码 还是从前那个手势密码 没有改过 她很轻松的就解开了 微信置顶是她认识的朋友 伊藤诚 她点进去看了两眼 伊藤诚 你赶快离婚吧 求你了 你那个老婆我多看一眼 都想捅她两刀 纪伯达回了一个狗头表情包 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我给你介绍 学姐也很不错呀 人家还对你有意思好久了来着 纪伯达还是回狗头 柳如烟退出来 找到学姐的微信 纪伯达备注的很简单 就是谢学姐 看不出有任何事情 点进去就是纪伯达才发布酒的 麻烦你送我回来了谢谢 学姐也回得很客气 不麻烦 浴室里的流水声还在继续 柳如烟拼命的网上翻聊天记录 他们俩最近聊天很频繁 大部分内容都是工作 偶尔夹杂着一些点到为止的关心 两人之间都恪守着那条边界 没有人愉悦 正愣的瞬间 谢学姐的新消息已经谈了出来 我抢到了两张某某展览的票 柳如烟也知道某某 是纪伯达最爱看的动漫 柳如烟几乎已经预料到 她又要说什么了 愤怒驱使之下 甚至想让她直接回复不可以 可那边的消息谈了出来 并不是 我们一起 而是 你可以和朋友一块去玩 柳如烟愣在原地 她宁愿他们聊的是些暧昧不堪的词句 宁愿是谢学姐明知她结婚 还故意过界相邀 宁愿是她父亲 用同样出轨来报复她 这样他们一人出过一次轨 也算扯平 她不追究她的错 只要他们能回到从前 可越是这样 越显出她的卑鄙 他们越是手里 越让她觉得自己无比丑恶 看吧 做错事的只有她 卑劣的人 也只有她一个 纪伯达或许发现了她看她手机 但她并没有发难 柳如烟每天坠坠不安 只觉得要失去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可她无力阻止 因为她不管对纪伯达有多好 都像是泥牛入海 得不到半分回忆 纪伯达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提出离婚的 她带着离婚协议书来的 坐在她对面 望着她平和地笑 我们离婚吧 落下来了 那一瞬间 悬在她头顶的利剑迅速坠落 自上而下将她劈成两半 心脏在左半边跳动得越来越缓 血肉流了一地 她好像真切地面临心计死亡 呼吸也变得困难 是她吗 她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又觉得坚力到不像自己的腔调 谁 谢学姐 你爱上她了 是吗 纪伯达惊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摇了摇头 我没有爱上她 只是想给个机会 纪伯达笑了笑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她一个机会 毕竟 她看着她 脸上笑意欲深 在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之前 要把上一段的全部整理好 不是吗 我知道了 离婚协议书我看完会签的 纪伯达愣了一下 随即笑起来 真心实意的高兴 我等你 她想纠缠 又怕她厌烦 那就这样吧 至少最后 留一个还算体面的结局 柳如烟改了一下离婚协议 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给了纪伯达 她也有打电话来问 是补偿 电话那头的人笑了声 没说话 骗她的 她只是希望 最后分别的时候 能给她留个好印象 尽管他们的关系已经很糟糕了 领离婚证那天 柳如烟站在门口 看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逐渐消失不见 明明是很好的天气 可她就是觉得特别糟糕 特别特别糟糕 她刚刚其实想问她 问她到底有没有怪过她 其实也没有问的必要 因为她不会在意 她或许从来不会纠结 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就像那年她提了水果 去给纪伯达家里送 却听见她妈妈在问她 决定好了吗 真的要出国 那你喜欢的人怎么办 你舍得和她分开吗 纪伯达笑了声 音色还带着少年时期脆生生的 妈 除了和父母有关的事情 前途在我这里 从来不是到选择题 记得关注再走哦